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掀起的千层浪 尽管特首林郑月娥已经表明草案寿终正寝 不过还是无法交惜民怨 那除了有大批的年轻人示威抗议 如今连热灵人士也加入了反送中行列 术与千记的银发族昨天上街游行 希望用行动来告诉年轻一代 就算没有站在最前线 他们也和年轻人的理念一致力挺到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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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老人甲不问世事 只懂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在反送中示威 被亲政府者标签成年轻人无知闹事搞破坏的同时 大批老人甲星期三走上了香港街头 他们高举写着支持青年守护香港的大字报 用行动告诉年轻一辈 他们并不孤单 现在的银发族其实就是醒过来 因为觉得以前我们过一回 实在是太过 只眼开只眼闭 有得政府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现在反而被那些年轻人 真的提醒了我们 其实不可以真的再沉默下去 香港人好像觉得那些老人家 要是就不人看世事 要是就很落后 很离地 但其实我们这次事件都反映到很多 其实香港很多老人家都是很清楚发生什么事 这场名为717银发族静默游行的示威活动是香港深运史上第一个老人甲游行 主办方宣布有9000人参与游行 他们下午5点左右 从中环折打花园游行到金中政府总部 提出的诉求跟反送中示威一样 包括撤回恶法 林郑月娥下台 实行真普选等 活动发起人之一的朱耀明牧师 幽默表示 他们七老八十要走上街头真的不容易 不过他们要用行动向年轻人表达 即便他们不在前线 也和年轻人理念一致 值得议题的是 近来多次力挺反送中示威的艺人叶德贤 不只现身这次即位 更走在最前端率领游行队伍 他表示年轻人做得很好 却也被欺负得很惨 他同时为警员缓夹 表示前线警员打人 其实也只是听从上头的指示 香港七位修订条例掀起轩然大波 缅甸则因为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率领的全民盟 政府提出修宪 减少军方国会议席 削弱军方权力 而引发两极反应 支持和反对修宪的两派人马 星期三分别走上街头示威 冒着大雨 也要表达各自的立场 历年 缅甸僧侣早前也发起示威反对修宪 他们批评昂山素姬领导的政府无能 军方才是国家的守护者